大狗宝宝 你最好了 兄弟们 听说今天和平精英上行皮肤了 我相信全网很多爱玩游戏的小伙伴们都在等待12点的到来 而大狗昨晚一时如此 本以为她昨天会和上次那的声音 酷似沉月的榜一大姐听了解答比赛 但没想到我们却迎来了米粒姐 现在米粒姐和大狗在游戏中互动频繁 很多粉丝也忍不住的磕他们这对米狗组合了 当他们和网络公主打完游戏后 米粒姐就提出让大狗帮她抽新出的皮肤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听到米粒姐这么和大狗撒娇 大狗 哎呀怎么了 九千多我给你转过去了 我看到了 然后呢 你给我抽个皮肤呗 作为一位和平精英的菜鸟级别玩家 小爱根本不懂这些皮肤是怎么抽的 我只知道她需要充值才能够抽出自己想要的皮肤 大家有为游戏花过多少钱呢 你们的游戏账号拥有多少款好看的服装 以及各种不同类型的枪切皮肤呢 听到米粒姐和她撒娇 大狗也是更加的来劲了 那你说得好听呢 大狗宝宝 等一下卡麦了卡麦了没听见再来一遍 大狗哥哥 哎好帅呀好可爱哦 你这样的话就听不见了 嗯大狗宝宝 你最好了 大狗也是直接在米粒的一生生宝宝中沦陷 她自然也是愿意满足米粒姐的心愿的 大家看主播抽皮肤是不是觉得很过瘾啊 但小爱却表示看不懂 而米粒姐不仅宠大狗 她还宠我们直播间的粉丝们 算了前不前的无所谓 等一下你给我抽完 要不再给粉丝也抽一下 可以啊 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米粒姐和大狗都想到一块去了 他们自己抽皮肤的同时 也不忘给粉丝发点福利 而接下来在大狗和小黑携手抽皮肤的时候 小爱就不解说了 因为我确实不懂 如果屏幕前的你们感兴趣的 可以帮小爱科普一下抽皮肤的知识 4万2000多够不够 够了那我就要出手了 他为什么不叫木乃伊升级版啊 我看看啊 这有什么 这个是P90的枪 然后这个是飞行器 这个是大波罗 这个是衣服 喂 准备开始了 点圈拉满 谁都不爱 就是一个自抽 刚刚大狗说的这些皮肤 他们有可能很快出 但也有一种可能 就是要花很多钱就出不了 我们看看大狗 给米粒姐抽出这些皮肤 到底需要花多少钱 一到这时候 助理小黑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能够抽出来就给助理整工资 抽不出来 助理负责背锅 但好在小黑昨天的手气比较好 马车出啦 飞行器有了兄弟们 来你来抽快点 小黑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我去牛逼啊 下个月工资兄弟们 下一天 我去牛逼啊 P90的皮肤一出 大狗瞬间又有了继续开下去的星星 抽皮肤最怕的就是花的钱 去抽出一堆没用的东西 只要能够抽出游戏中任何导具的皮肤 那就不算没有收获 而小黑也是继续延续他的好手气 帮助大狗和米粒姐抽出了很多好看的皮肤 我去牛逼 野牛 还插个大菠萝 插个衣服 肩膀这个零架 我可棍子也可以啊 我可 这个手可以啊 这个手 该说不说 看直播抽皮肤确实还挺有意思的 他背后隐藏着无数的惊喜和惊吓 像极了开盲盒 而此时大狗刚说到就插大菠萝和衣服的时候 小黑也是直接蒸气地帮他抽出了大菠萝 要不砍他给我吧 真的 他手怎么这么好啊 老眼牛逼 我靠 还抓住了啊 不够 拿下 展狗可以换衣服的碎片后 新木川也是立马迫不及待地去换新衣服 沙丘之主 该说不说 这个衣服的确比之前的木乃依更好看 看来光子爸爸也是用心的 拿下 前往最快拿下衣服的主播 兄弟们 我是不是全网最快拿下这个衣服的 你们直接说话 是不是全网最快 是不是全网最快拿下的小爱不知道 小爱只知道他花了不到1500块 抽出了这么多好看的皮肤 而屏幕前的你们花了多少钱呢 你们有没有比大狗更快的 请打在评论区告诉小爱